多點回歷外奧會 我就問過阿昏靠 我說你的白姐姐 你當時在電腦上講過這些東西 她親口跟我說是的 我小時候就隱約 於是我有點演講講講 但是到了幾年前 我就親身跟她確認了 講過這些東西 這個其實看到伊斯蘭教在中國 都是很久的歷史 唐宋元明清的努力演變 有雙女而來的 有做生意的 有些就是剛才阿卓老師說 安獨山的借兵 借了一些西域兵 然後打完仗之後就落地在那裡 好過在沙漠那些地方 來到中國 地大雲博 開心 富庶 有些阿拉伯人曾經來到韓州的時候 會覺得這是一個天堂來的 因為你知道阿拉伯的地方 它是沙布為主 見到中國有山有水 那就是天堂 是不是 但是來到這個中國 其實都是比較坎坷的 尤其是清朝之後 清朝尤其是乾隆皇 對於這個新疆的政策 例如剛才阿卓老師說過 那些什麼書劍恩壽錄 又是老鄉公主啊 我十幾年前 都去這個新疆的絲襲之路 去旅行 也有去過香菲墓那裡 去看看 但是令了一個人比較 就是我感覺到稀虛的 就是我當時去到新疆那裡 我由這個套路筷 一直去到新疆 我就發覺自己感覺上 就好像去了另一個地方 就不只是中國的 因為那裡的那些人種啊 那些地標啊 還有那些牌呢 就沒有了中國字的 就是用了一些新疆字 當時已經開始有些中國字 那我就感覺上 就好像去了另一個二邦 那叫新疆 那也都是跟那些當地的人 就在那裡聊一下 那他們很少見到 那些中國人那樣 那跟他們說 咦 我是穆斯林 我是穆斯林啊 那跟著呢 我們就有時候就有什麼好說 於是就唸一些古蘭經出來 唸古蘭經的時候呢 一直唸古蘭經的時候呢 有些小朋友呢 是流淚的 有些就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但是他們是流淚的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新疆那個宗教政策呢 就是年輕人十八歲以下呢 不可以接受了宗教教育 因為中國中央的政府呢 是主張是無神了 大過那些老了那些 一些老夜的那些 在青一寺 就是怎樣唸古蘭經 怎樣去都不管 但是在十八歲以下呢 是不可以接受宗教教育 那所以我經常去 就是唸古蘭經去聽的時候呢 它是流淚的 很大的感受 當時 當年呢 也都是所謂現在的 疆獨那些 就是有些政治的情況 在這裡比較複雜了一些 就是除了在民族啊 宗教啊 還有其他政治的因素 牽涉在內 那樣的 所以呢就是 就是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那裡的地方呢 的人呢 是很善良 是很見戀和平 但是無奈呢 在一個鎮壓的情況下呢 就是將那個宗教呢 就是 它會給你做禮拜 那個禮拜呢 是禮拜的時間呢 就是開門 非禮拜的時間呢 是關門的 鎖住的 就好像譬如我們說 一天五時的禮拜 那個時候呢 就會開了個門 大家是禮拜 但是不是這個時間呢 它是關門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呢 就是很怕人群聚集 尤其是星期五呢 你知道星期五呢 就很適合有聚禮 因為聚禮一定要做禮拜 所以星期五呢 就要開放 一定要做聚禮 但是做完聚禮 之後呢 就散開了 即是門 立即就關門的門 每一個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看當地的情況 但是始終呢 都是 只要是人群聚集 多呢 你就比較害怕 那樣 那另外呢 就是在那些 宗教的教育 尤其是我們那些 那些 那些財物啊 那些呢 那些是沒有書號的 一些宗教的書呢 是不給書號出來 不給書號就是你可以賣 所以很多的書呢 只是寫著是內部傳閱的 是內部傳閱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他的人呢 若果是在書局那裡都賣不到 就是他將你這個訊息呢 或者伊斯亞的訊息呢 是比較是 就是不要那麼張躍 叫做的 那樣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就是 都 呃 怎麼說呢 就是一些唏噓 那樣 那這樣 那這樣 有些故事 諸章有講過什麼露出馬腳 蔡律師上來講 諸章的皇后就是穆斯蘭 但其實都有很多 譬如清朝時有句大都旺五 大都旺五那些都是 伊斯蘭教在歷史上發展下來又輕又旺又衰 但是看他現在的情況 尤其是國內經過這個文革之後 現在經過幾十年的經濟改革 其實雖然說錢多了 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了 但是那個精神生活其實是缺乏的 所以有些研究到 伊斯蘭教將會是其中一個 補充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東西 但是中國政府其實現在都是說 穆斯林大概有1700萬左右 但是這個應該是遠遠不是這個數 應該就是過億或者過億以上的了 應該就是 十三億人裏面都有過億的穆斯林 尤其是去到西北 甘肅 青海這些地方的人數 是相當多了 這樣 這樣 也都有一個教授所說的 白秀賢教授所說的 迴聞 即是穆斯林在中國方面有一個特點的 它就叫大分散 小集中 即全國各地都有穆斯林 全國有二萬多個縣 這樣 每一個縣都有穆斯林 都有青銀子 剛才說的那些青銀子是比較出名的 但是有些沒有那麼出名的青銀子 二萬多個縣裏面都有穆斯林分佈的 就叫大分散 小集中 就是什麼叫小集中 即是每一個本區裏面的穆斯林 都喜歡聚居在一起的 叫小集中 而香港為例就是以前的集中的地方 香港就是在河頸橋那些地方 所以見到青銀子 即是王麗聰的隧道 香港仔的隧道其實是 那裡是一個伊斯蘭墳場來的 旁邊是天主教墳場 接著還有一個印度廟那裡 那裡有一條隧道去了香港仔 但是還沒在那裡隧道之前 其實那裡應該有幾個宗教的地方 在那裡有墳場 青銀子都是那裡 所以香港的穆斯林都是聚居在那裡 以前應該還有一個地方叫賀文田 以前賀文田都是一個墳場在那裡 但是後來要發展 遷冊的那些墳 遷冊之後就搬去柴灣 那大家還有什麼想調解一下呢 按照我所知就盡量告訴大家 另外就是譬如臺灣那才算 臺灣就是穆斯林 很多人都是從大陸那時候 遷冊過去的那樣 那臺灣的發展跟香港都是差不多的 沿岸那些地方呢 沿岸那些穆斯林的宗教意識 可以說是相對比內陸是較弱的 因為可能是經濟啊 要謀生啊 在各方面的宗教意識是弱的 但是去到內陸一些的 例如我去過鄭州啊 西安啊 西國當然是啦 那就算沒有這個北京 北京就出名就是牛街的青恩寺 牛街的青恩寺啊 那廣州那些就沿岸的 可以說是宗教意識 就是宗教意識可以是所謂的 淡薄些少 那另外呢 剛才的蔡老師都可以說的了 就是在中國大陸來講就是民族和宗教呢 就是牽連了 那比如那些阿叔呢 那他都是在旺州住的 那我爸爸都是在廣州移到香港了 那我們就叫了穆斯林 那在廣州那些阿叔啊 那些身份證呢 看到他是培族的 那些人說是伊斯亞教 但是在廣州就叫了他培族 那但是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 剛才蔡老師都說了 因為現在他叫做新穆斯林 那有漢人有其他人 他轉信了穆斯林 轉信了伊斯亞教 那但是他就說 你的身份證的族是否可以改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有些在大陸的特別的情況 那以雲南來說 譬如說雲南 那我太太都是雲南的 那我去到雲南的時候 雲南的地方都很 氣溫、氣候都挺好的 那也都很多是穆斯林 有一條街 那我看看會不會一次 拿些照片給你看看 叫順城街 那現在補了很可惜 那時候呢 整條街都是穆斯林的 賣些清真小食啊 賣些牛肉村啊 那些那樣 整條街都是穆斯林 那有清真寺啊 哦 那但是後來呢 又要發展了 那現在建了很多的商場 全部都商場化 全部商場化 那精真寺還有在那裡的 但是已經面目全非了 那 香港都是一樣的 香港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因為發展的關係 那就是以前 就是以前就 聚居的地方就 分散了 那樣就是這樣 那樣就是這樣 郭Sir有沒有一個 Evaluation 那個Evaluation 派了 OK 那另外就是 譬如說 那個聖事那裡 就是都有些興趣呢 你們可以打去 就是一個很足 聖明下 那樣上 在那些 那些網站會有很多 那譬如呢 My mighty 買賣題 如果是新疆人呢 有一個新疆的聖事 叫買賣題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買賣題 但是如果我透露 我明白什麼呢 其實就是 Mohammond Mohammond My mighty Mohammond 新疆有很多叫 My mighty 買賣題 寫著買到買的題 其實它就是一個形音 就是Mohammond Moham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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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其實是 讚美的意思 讚美的 Mohammond 是讚美的 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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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者呢 有些補充 就是 那個花風大來的 有些補充就是 例如呢 在這個 一個在廣州的大碑子漢 或者叫馬老漢 這些資料是幾年前日本人拍了一個海上之沉之路 有一個影片拍出來的 但我找來找去找不回 跟大家看看 日本人拍這個海上之沉之路 他們去到一個叫大碑子漢 馬老漢 馬老是甚麼來的呢 馬老其實就是寶石來的 是不是 紅色寶石 即是說那些阿拉伯人來到廣州之後 聚會在那裏 在那裏行那裏 後來他們在那裏賣東西 那些人叫這條街 叫馬老漢 大碑子漢 其實那些人即是阿拉伯的商人 就來到這裏賣珠寶 那叫大碑子漢 因為大碑子漢 話說這些傳說而已 我說一下 那些人的鼻子很大 大鼻 大鼻 因為他們的鼻高一點 那些中東人 所以由大鼻子漢 轉了一個鼻子漢 叫大鼻子漢 就是這樣 那我這些是依稀既得 因為我以前跟學生都講這些東西 我記得是這樣 那後來他們來到這裏 就取妻 所謂漢化 本來是阿拉伯人 取了一些中國人 就落地生間 改了一個姓 本來不可以不可以姓馬 不可以就成丁 即是旅車 那當然中國人本身都有姓馬 中國藝漢朝那些已經有姓馬 但是很多的漢轉化 這些阿拉伯的漢 就成為一個伊斯蘭的綜合 就成為這個漢轉化 好了 大家如果有其他問題 可以隨便討論一下 剛才講到四年 三年 就是阿拉伯文的英節 阿拉伯文有二十次英文 根據那個英節 開始的這個英節 就那個英 第二個呢 就是皇帝寺 寺姓 和上路姓蔡 其實我老家是荷蘭 荷蘭當時有個蔡國 更多國姓蔡 所以我聽我的上一位講 也有可能呢 還有一種蔡 青菜蘿蔔的菜 青菜蘿蔔的菜 而拐一層那個菜 這個回憶回憶的心 很奇怪的改靈 還有改姓 因為姓馬 為什麼好多人 姓馬呢 因為皇帝也覺得姓馬很高貴 所以大家都跟著姓馬 所以為什麼姓馬這麼改姓木嗎 木 還有三點水的木 那明朝那個姓木 有些藍的 姓白的 姓白的 姓黑的都有 藍 白 黑都有 但沒有姓紅的 綠不是你不喜歡紅色 都喜歡綠色 你看 我上面搞這個姓 有個字我都不太認識了 你們看到這個講義裡面 有一個姓氏 姓氏 姓氏 還對 百家戲裡面沒有的 都是百家戲裡面沒有的 你看 中央電視台一個主持 姓薩 小薩 是我們穆斯林的 中央電視台好多都是 還有中央戲劇學院的 很多名人啊 剛剛馬上講到一點 我們想問貝雲 和姓姓 他們是不從西的搜堂 會啊 搜堂 現在 好 有沒有什麼想討論一下 文明太太 是 好 想問一下呢 那個姓氏教的藍 這樣除了那個漢族的 那個漢族那個 那個司法律是要上一本教的呢 是 應該是 他進教的 轉信了姓氏教 就是會進教的 是 應該是的 有問題嗎 如果是 娶了那個 娶了一個漢族的女生 那個漢族的女生 就信仰以示人教 他不信呢 就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 現在就不是這麼說了 以前呢 就不斷信仰以示人教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些舅父 我有一些舅父 去結婚的時候 因為信從老人家的意思 所以那個 即是我的舅母 都信仰以示人教 理論上都是信仰以示人教的 但實際上 可能就不是太遵行 他是做個儀式出來給老人家 讓老人家安心一點 但這些就很難說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是一種 個人主義都可以強迫人的 而且以示人教都說他強迫人信仰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以示人在哪裏結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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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次的形式都有些不同的 其實 但是最主要有幾個元素 就是一樣 即是說 一有神郎新娘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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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見證啊 家長啊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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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兩個等裏 就是無社裏 兩個就是無社裏 兩個就是無社裏 那裏 其中不是無社裏特殊 是 即是 以示人教他的性份就是說 要我們娶妻子是減他的相同信仰 就不是說要他的有美貓啊 財富啊 或者是有血統的 就是說他是國畏族 我喜歡因為他是公主 或者是國畏 除了它是因為純藥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下一次就應該講這個題目 是巴勒斯坦問題的 我記得 但是我要假些了 我知道大家 因為特朗普就做了美國總統 阿章的總統 他趕了一些人離開 其實現在在互聯網都有很多的討論 我們都想講一講 作為一個穆斯林 怎樣去看特朗普 怎樣看法 曾經有些互聯有些影片 說穆斯林 去到一個 可能是演戲這樣做 那個海關就問他 你是甚麼名字 我叫做霍坎馬 霍坎馬 你是穆斯林嗎 我不是 我不是穆斯林來的 接著旁邊的老婆就戴著頭巾 你為甚麼戴著頭巾 我不是的 我不是穆斯林 就脫了頭巾 那是搞笑版來的 但實際上 實際上伊斯林教是怎樣看這個特朗普 昨晚我們有一個討論的 昨晚我們有一個討論 我想歸納一點點 還有做一些 做一些影片 拿一些圖片給大家看 那就是和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 牧師林是怎樣看這個特朗普 那但是我們的主賽呢 仍然是巴勒斯坦問題 那巴勒斯坦問題呢 已經好像現在少說了 現在那些人開始說 伊斯斯 那我也會說一下伊斯斯 先說巴勒斯坦 接著說伊斯斯 接著說特朗普 這樣 希望大家有時候出席 來 答謝大家